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东森藏宝阁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武 我今天来介绍一个我的新的创作品 就是这一件玉兔祥云这一件 那我这个设计理念是从玉兔导药那边过来的 这一件作品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很精致的一件插具作 它在制作方面呢 它的工艺是相当繁复的 它这个繁复的程度 可能在我来讲算是很有挑战性的 因为它这个把手啊兔子 我设计在这边就是有一个玉兔染月的感觉 就是说那我这个月亮呢就是用 珍珠彩又来把它 诠释说月亮的那个 皎洁明亮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说上面有一些五彩的祥云在上面 我也是用那个五个颜色的祥云 那上面再加上一些金边 再来就是这一件 这个杯子 这个杯子呢就是为了要衬托跟它 茶壶一起的感觉 让它两个是有连贯性的 所以这个 它是属于叫做 应该叫做半月 你们可以看到 这是祥云遮半月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意思 那这个杯子也是相对也是用那个珍珠彩又把它来处理 让它有一个那个月亮的感觉 所以我设计这个托盘就是 要让这个杯子可以放在这上面 因为这个是半圆杯 它是没有角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杯托来把它衬托 那这个杯托呢 我就是用一个匀的造型来结合它 那这两个杯子呢 就是一个半月的形状 如果说我们两个结在一起的话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 就是好像一个月亮 一个满月的感觉 所以跟这个两个是 跟茶壶是两个是相呼应的 还有这个盖子上面是有一朵 我是特别设计一个虎鸟 这是一个云的造型 这个云是有飞天的造型 尤其它的尾巴是稍微往斜翘起来的 它是有一种真的在飞的感觉 那让它感觉就是说 可以跟下面的祥云是相呼应的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件作品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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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